禀告少君 三公主刚刚交代 花车游街 免了 免了 我们少君乃一城少主 当以最隆重的礼仪接待 岂能说免就免 三公主还交代 江涵少君 直接送入月礼府 立即洞房 少君 请吧 岂有此理 成何体统 哪有大婚当日 女子急不可耐的 白急 就一三公主的 收卷 接下来呢 什么流程 祭天 祭告上天 拥抱长女 不用了 杰哥慌不用跟老天爷说了 祭天也免了 赶紧洞房 接下来什么流程 灭剑城主 已告夫 直接洞房 请 尹主 何事 三公主传话来 说你日历万机 成亲这种小事 就不道扰您了 胡闹 下官也觉得不妥 已经派人去请了 这孩子自幼骄纵 如今越发任性了 城主啊 这三公主 可能只是觉得 礼数番勇 罢了 免了就免了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是 这韩绍军身子骨不太硬朗 咱家三公主 又是一个不太精细的人 这万一要有个好歹 这韩绍军没挺过去 万般皆是命 就当千千替我排友解难了 不顺父母者出 膝下无女者出 不安于世者出 凶悍妒疾者出 身患恶疾者出 搬弄是非者出 不合规矩者出 这七条是花园男子的七出之罪 对 韩某已经备过了 兽军 这也是花园城的习俗 新婚之夜 谁将男子的面金取下 男子就要追随于谁 易主 视为不真 这一条 韩某也可以照做 荒唐 你们花园城 怎么可以如此约束男子 女人在玄虎城什么地位 男人在我们花园城 就是什么地位 你干吗 开极 入乡随俗 这又是合我 守宫杀 放肆 韩某与三公主成婚 为的是缓和玄虎和花园 两城的关系 什么福德 面金 韩某都一再忍让 尔等却步步紧逼 遣之 欣然太善 守居 这会儿点什么手工纱呀 这会儿点了动了房之后 还能剩下什么呀 你家手工纱 日抛的 是是是 三公主 小的这就告退 韩少君 过去 你自己心里 赶紧 我不走 韩少君 我们是走个过场呢 还是 直接进入阵体啊 大婚之夜 怎么能少了喝酒助兴呢 交杯 还得注意姿势 喝有毒的那杯 三公主 你我昨日有缘出狱 今日就要结为夫妻 之后定当相互扶持 同甘共苦 也好 这样我就能早点回家了 干了 少君这是怎么了 抱歉 扫了三公主雅兴 不好意思啊 重来一次 干了 又怎么了 这不是按照选武城 习惯的姿势来的吗 面纱没沾是吧 真麻烦 对 好吃 其实很小心 是 放入冰箱